当地时间5月22号12时24分 日本磁城县近海发生地震 推定为里市5.8级 震源深度30千米 磁城县防灾危机管理部门表示 包含东海第二核电站等原子能相关设施 暂无异常报告 这次地震在福岛县也有震感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称 福岛县的第一核第二核电站暂无异常情况